人生 什么走火入魔 跑不动了 我堂堂填来填少宗主 竟被一人意见追得大气都不敢喘 真是丢人 别找了 只要他找我们的份 我们是找不到他的 小小子 你终于有点自知之明了 前辈见识无双 晚辈纵使是天降奇才 说起来 也还是差着几年的修炼呢 你现在 已经无路可逃了 是啊 但我来了方舍 死俗生 当魔头 还好还好 既然二位见仙在此相聚 晚辈就不打扰了 先行告辞 还望后后有期 明后 走 叶丁芝 怎么生了个这么没用的儿子 怒见仙前辈 你倒是有出息 有没有人你追过来啊 大魔头 别追他了 帮我个忙吧 帮什么忙 这书里说呀 走火入魔之后啊 经脉逆流血气暴涨 宫里和以前相比啊 增长了数倍 但是 却如隐阵止渴 随时有暴毙的危险 你在说什么 什么走火入魔 大魔头 就是他走火入魔了 李寒一 苏长河在哪里 我要杀了他 死俗生 原来你是要我帮你制住他 凭什么 别急 我已经找到破解的方法了 先断其意识 执其真气 然后再找 少废话 五个字 打晕了再说 啊 苏昌离死了 苏昌离死了 你为什么活着 目标的实力 和情报严重不符 又有剑心肿的李肃王在旁 我判断 在那种情况下 不再适合继续执行任务 知道了 你的任务 暂时停止 至于昌离的死 与你无关 谢大家长 下去吧 大家长 那几个小碑 慕莺和昌离 已经拖了足够的时间 如今我们的布置 也已经完成 几个小碑而已 影响不了什么 你刚才对慕莺动了杀心 杀手任务失败 身思本是正常的 不过 昌离是不同的 相比较杀手 他更像一个剑客 他不该是这样的下场 可只身为苏昌离的兄长 大家长 方才却很平静